所以鲜花满天幸福才流传 流传往日悲欢千年 九夜奇迹是深受国民喜爱的音乐作客 虽然二人离婚的消息让我们唏嘘不已 但是他们不论是同台还是独自唱着歌 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优秀音乐作品 本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饭是九夜奇迹演唱的一首主旋律歌曲 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端庄磅礴的传统主旋律歌曲 这首歌在此基础上则更时尚更俏皮 王小海浑后有力的歌声和王小伟清新甜美的歌声 配合的默契十足相辅相成 在双排间动感的乐音加持下 不仅唱出了伟大中国的欣欣向荣 也让我们听得心超澎湃热血沸腾 一起来吧 中国饭就是这么的气派 中国饭就是这么这么帅 红河水洗的黄皮肤 目前年这颜色又却不开 中国饭就是这样的气派 中国饭就是各种各种爱 长城上遥望长江潮 大众话让世界更精彩 离婚后的王小海终于付出了 和新搭档同台演唱了这首《最新的人》 即使很久没有和观众们见面了 王小海依旧没有怯场 还是亲切师祖 他的歌声也是一如 曾经那么的浑厚有力 王小海在演出中很投入 台下的观众朋友也不吝啬 热烈的掌声是一波 接着一波不断的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九夜几几的王小伟也不甘落后 在央视的舞台上 带来了双排间弹唱的广寒宫舞台 王小伟不愧是中国首位双排间女硕士 这流畅的手速 动听的原因真的是没谁了 淼淼丝鲜的唱歌装扮 和婉转轻力的歌声 这真的是一场扬言又动听的 视听盛宴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